现在越来越多人 离婚率增高 出生率降低 对吧 越来越多人不喜欢结婚 单身 有一个核心的原因是什么 物价高 生活的压力太大 所以我们在谈感情的同时 就不再去讲那种稳定的关系 因为稳定的关系 它绑定的不是简单的说两个人 它绑定的是两个家庭 它绑定的是生活的成本 一个人跟两个人 和你有家庭以后的生活成本 是不一样 所以在选择这样的过程之中 你就会觉得 我们之间感情上 或肉体上 精神上的这些东西 它带给你的那个力和那个欢愉感 不足以弥补 可能说现实中压力 带给你的那个压力 所以大部分人选择就是 那我不要这个关系 以前这个东西稳定 是因为可能你结婚以后 两个人不管你个人觉得怎么样 那时候很多都是包办婚姻 很多都是为了结婚而结婚 见过面可能俩人就拜天定 这种事情从古到京很多 那时候大家就觉得 那我结婚了以后 能够解决家庭的负担 对吧 家里很多生了孩子以后 觉得说这个女孩赶紧嫁人 要不包括很多现在的农村 还有这样的想法 别的说男孩资钱 男孩金贵 女孩不资钱 包括有很多的在北漂男漂 这些打工的 特别是女性 赚了钱以后 就是说家里可能两个孩子 有哥哥有个弟弟 你看电视机里都这么演 女的往往那一方要承担 如果都有能力赚钱的话 要承担更多的可能 回去给父母寄钱 寄完钱以后 本身你是想说对吧 父母生活的好一点 来报答这个父母的养育之恩 但父母想的是 我把这个钱可能给儿子花 就是这样的 每个家庭不一样 所以我觉得还是那句话 我没有对于错 我都是你想什么样的生活 你觉得怎么样开心 你就怎么样过